快看,这条火焰乌贼开始走路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Frank 今天我过来查看这只火焰乌贼的时候 反映它开始走路了 比起游泳,好像火焰乌贼更爱在海底走路 我们今天来仔细的观察一下它是如何走路的吧 乌贼、章鱼、鱿鱼都是头族类动物 为什么叫头族类动物呢 因为它们的腕都长在头上 乌贼和鱿鱼有十条腕 而章鱼只有八条 所以也被称作为八爪鱼 我们看到这条火焰乌贼只看到八条腕 因为它还有两根捕食的腕足是缩着的 它用它的两条腕画作了腿在上面上走路 然后其他六根腕好像花朵一样盛开 可能是为了迷惑小鱼小虾 也有可能是为了警示掠食者 唯有毒不要靠近 它这个身体已经会开始变色了 但是变得还不是那么明显 可能因为还小 不过至今为止我都没有拍摄到它是如何捕食的 但是应该已经吃东西了 不然不可能活到现在了 希望它能在我这个缸里茁壮成长吧 也希望回头我拍到捕食的场景分享给大家 好了 今天火焰乌贼就更新到这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 这种可爱的乌贼 你爱了吗